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本港 政府宣布暂缓垃圾征费 不会在8月1日实施稍后刊献 未有再交代再实施的日子 强调要改变700多万市民习惯 不能够急于一时 减快是长期工程 会加大回收配套 一年之后再回报进度 形容今次是唯一正确和务实的决定 我现在宣布 政府会暂缓在8月1日实施垃圾收费 两度额头的垃圾征费 经过两个月先行先事 政府最终宣布暂缓 政务师傅师长卓永兴 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解释 是基于六大因素 包括不同调言显示 市民有很大保留 回收设施覆盖仍然有限 法例定名的收费方式 被人错觉政府是为了增加收入等等 要改变700多万市民的习惯 不能急于一时 处理多项的问题和项目也是需时 需要按部就班 会有一个长期的工程 当局同时公布一系列减费回收措施 一年之后即是春年年中 再向立法会回报进度 又说会研究优化征费计划 是包括免除前线员工他们的法律责任 减轻前线工作的困难 应否涵盖大型垃圾处置 减轻对某些界别 和人事的经济负担 指定袋的设计 操作上面的改善 以及是否可以用循序漸证的方式推行 大部分议员都说支持政府决定 如果这些政策落实到 或者是达至到我们的最终减费目标 其实征费是否真的在做呢 你一年回来之后 我不希望听到你是一个不合适的时间 说说征费了 你就说你的减费政策 是否一定要用一个大棒的形式 收费形式在本部倒着去做呢 会不会是用一些奖励的计划 比如公屋加分制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多些不同的方式 不过第一我们都要考虑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 有个别议员对政府推动政策的过程表示失望 减少这个费目的初心不变 现在似乎就是欠缺了决心 还有是有心无力的 政府管的物业等的底下 效果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考虑分阶段收费呢 结果显示就是说 这个不是纯粹是一个决心的问题 的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法例 它里面的要求 很多是执行上来的时候 的确是造成很大的困难 连线员工的法律责任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分阶段 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到 政府会后被问到 垃圾征费酝酝酿近20年 为什么现在才发现有问题 有没有官员要问责 垃圾收费是一个社会的影响面 是史无前例 局长在推动这个政策上 其实在不同阶段都是尽心尽力 所谓是叫做是非经过不知难 在这么强大的民意之下 其实今次这个暂缓 是一个务实正确 甚至乎是唯一的决定 至于被质疑减费工作没有指标 征费暂时未有时间表 局方说是涉及社会文化和市民的支持度等等 需要不时评估 没有先事记者质疑谋不道 政府说未来一年会加大回收配套 研究回收积分可以兑换购物券 又会向部分的住户免费派已经印好的指定垃圾袋作教育用途 不少环保团体批评 当局不定垃圾征费的延后日期 令减快效果大打折扣 政府暂缓实施垃圾征费 同时宣布未来一年加大回收配套 尤其针对厨余 包括一年内在全港公共屋邨 大型私人屋院的厨余回收设施增加一倍 增设100个厨余回收流动点 又会在100个垃圾收集站切厨余收集点 延长陆在区区营业时间 收集点由200个增加至800个 并且研究积分可以兑换购物券 下个月1号起的半年 向公屋住户每个月派发20个指定垃圾袋 私人屋院物管业界如果承诺做好回收分类 并且签署相关预章 亦都可以获得免费袋 政府不同意派袋的作用有限 我们不要忽视一个真实的情况 就是我们所做的功夫 整个社会对于一个减费回收 关注度关心度 愿意参与的人的确多了很多 也很多人跟我们说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有这些绿色的垃圾袋 帮助他们去学习 如何去做分类 有市民支持暂换 但会不会配合政府未来加强减费 说有几个考虑 厨余的搞定先真的很难搞 有多少公屋那些才有那些统修 外国不同 根本是你自己煮东西 已经是可以碎骨的 市区上面多些资料 方面都市民去回收会好些 不少环保团体对暂换表示失望 又认为没有征费延后的実施日子等等 就算加大回收会套 成效存疑 做法不坏 无论是对市民企业 政府当局其实都没有了一个弱速力 还有看到它的措施 由每一个减费的KPI和时间表 我们也很担心 其实只不过是另类的准备期 和之前的十几十年是没有分别的 希望政府8月1号 其实应该如期推行自己先的一个垃圾征费 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例子 去真正检涂垃圾征费当中的行政 需要是怎样 证费目的是减费 减费是用来应对持续高期的废物器质量 政府强调仍然有其他方法 确保不会垃圾为成 减费回收只是我们整个废物资源管理的一部分 政府我们现在也正在加快建设 原来垃圾焚烧发电 确保是2035年 我们会停止使用堆停区处来垃圾 我们也正在探索 推动大湾区废物资源处理一体化 共同发展绿色产业 他说6月会再交代 慕斯尼斯记者疾问不到 中电今年头4个月 发生3宗电压罩钢事故 政府提出设惩罚方案 中电未有回应 但就说会落实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年初到现在 中电已经发生5宗电力事故 3宗涉及电压罩钢 部分就涉及人为错误 中电高层出席立法会 一个委员会会议的时候 先就事件自协 事件引起市民的关注和造成不变 我们代表中电表示协议 对于政府提出 就重大电压罩钢事故 设立惩罚方案 并且南入现在的管制协议 惩罚机制里面 中电在会上没有回应 当局就引述中电话 仍然在考虑中 议员对惩罚机制有不同意见 是不是政府突然间变得这么民粹 什么就罚就可以了 罚解决不了问题 假如我们脱路服务 由于打风有影响 要罚脱路公司 我就绝对不同意 就说罚质是没有意思 人迷的事 就没可能不罚 人迷是你们自己控制的 你投资 你去搞那些东西 是不是 跟大庭电一样的 你令到人困窃 你就一定有这个问题 要分开人为的因素 还有一些天灾 不可抗疫 这个我们已经说是会考虑的 另外全港有五万多部 比较旧的升降机 现在仍然没有自动重启装置 有议员关注 惩罚以外还有哪些改善措施 即是职安建 我们是要防止以外发生 而不是公有 真的没了条命之后才去罚钱 其实怎么都保不回 我们现在积极地和电梯业界 物管公司 和相关政府部门 是紧密沟通 期望可以寻求最佳的缓解方案 是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电又说 正是全面检讨整个电力系统 包括资产管理 和维修保养制度等 无线电视机 就是中策希报道 本集结束 本集结束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为反港区国安法案逐审 洪方继续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 他曾经叫外国政府和海外港人声援香港抗争 压制中国发展 也有以色列前副总理在节目里面 呼吁西方国家和黎智英结盟对抗中国 审讯踏入第84日 控方继续播放黎智英的访谈节目 主要是2020年11月的集数 其中一集 嘉宾是前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说 统一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是对抗中国 也都相信 当时即将上任的拜登 会和其他国家合作 有需要的时候压制中国 黎智英就提到 彭定康离开香港之后 两个人一直保持联络 关系熟落 如果世界不记得了香港 香港就玩完 但是世界会发声支持 战胜中国 另一条片 黎智英和一传媒前董事 祈福德访谈 黎智英说 他不看好拜登的多边主义 和对话政策 但是认为 前任的特朗普 就对抗中国的政策 切落很高的标准 所以拜登 没有办法轻易改变 又形容中国 是我们的最大压迫者 黎智英说 国际战线的支援十分之重要 敦促身处外国的香港人 向政客 组织 甚至在社交媒体发声 令到世界 记住香港面对的危机 相信这种帮忙 将会是他的救赎 又说会继续出钱出力 透过苹果日报支持抗争 直至到他用尽所有的钱 以保护市民的声音 黎智英和以色列前副总理 纳坦夏兰茨基访谈的时候 就呼吁民众 不要屈服在中国政权 呼吁外国团结一次声援港人 他说知道通过 和外国政客交谈 会被视为和外国人勾结 在香港算是大罪 但是会坚持一直在做的事 即使有遭受控告的风险 也都不会向中国政权退让 控便双方商讨之后 决定再在庭上播放17条片 估计会播放到下星期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长期报道 海关破获两个假冒原碎香烟储存库 检获400万支华耶丝烟 约值1800万 海关昨日中午分别走查九龙湾 和上水深田两个仓库 检获400万支组清白排烟的 华耶假冒原碎香烟 相信犯罪集团先将大批怀疑私烟 储存在新界铁皮仓库 重新包装之后 运去市区公下单位 分批储存和分销 行动里面拉了两个 分别61岁和32岁的男人 相信是负责管理和营运仓库 海关华会调查私烟分销渠道 有提醒香烟零售商提高警觉 有怀疑香烟来源向海关拘捕 岸费近日成功将基因改造猪肝 移植去到活人体一面 在全球第一宗 病人7日内没有出现排斥反应 已经可以自由的档 这名71岁患有肝癌的男病人 姓刘曾经接受介入治疗等 但病情未见好转 肝脏随时有机会破裂 按费一间医院获得病人和家属同意之下 今个月17日为他进行移植手术 将一个514克的猪肝移植到病人体内 完成手术之后7日之内 移植的猪肝每日可以分泌大约200毫升的胆汁 病人没有出现排斥反应 凝血系统也都可以正常运作 多名专家就形容 是开创了医学时尚的奇迹 这个手术确实难度大 没有人做过 希望能够为人类的异种的感应者 能够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可以完全克服超级排斥反应 这是医组意识的最大的一个 专家又说并不是所有的猪肝都可以用于移植 今次所用的是经基因改造 专门为手术进行优化培育的生物医用器官 今次是全球第五中将二种器官移植到活人体内 美国近几年曾经进行经基因改造的猪心和猪肾 移植人体手术 但第一名接受猪肾移植的病人在手术之后五到两个月死亡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一年六日的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揭幕 大会连续第八年 举着张涉及台湾的提案纳入议程 在北京外交部说一个中国原则不用挑战 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揭幕 主题是一切为了健康人人享有健康 各世卫成员获代表将会讨论在后新冠疫情时代 全球如何合作防范下一次疾病大流行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支持的时候 提到未能赶及在大会揭幕之前 达成一致的流行病协议草案 说对讨论仍然有信心 对于世卫大会连续八年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 在北京外交部说这样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不容任何挑战 再次证告民进党当局 中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 以外谋毒 绝无出路 个别国家搞以台制画 注定以失败告终 无线电视记者张卫聪报道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 中方呼吁日韩 不要跟美国合作 并且要反对保护主义 三局同意加快自贸协定谈判 并且将朝鲜半岛无核化 视为共同利益 时隔四年半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谈 在南韩首议举行 历时过几钟头 国务院总理李强就深化中日韩合作 提出五点建议 包括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之下推动合作全面重启 深化经贸互联互通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 尽早恢复并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李强形容今次三方会谈 既是重启 亦是新的开始 中方原以此为契机 和日韩双方一同推动三方合作 行稳致远 李强又表明中方不鼓励日韩和美方合作 呼吁要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反对保护主义和脱欧断链的想法 共同维护贸易自由 回谈另一焦点是北韩问题 李强说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呼吁各方透过政治解决争议 要土上处理敏感问题和矛盾分歧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 真正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 促进区域及世界和平安宁 三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宣言 一次同意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化 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 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三方亦都同意重启并加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并将2025至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布道 各位一节最新消息 天文台在凌晨零时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全体下伊朗电视台发放有关总统莱希 坐直升机最伪身亡当日的新片段 片段显示上星期日 伊朗总统莱希在东亚塞巴疆省 上直升机前同众人讨告 之后登上直升机 他当日较早时出席水坝揭幕仪式 当机队有机师发现 莱希乘坐直升机失踪之后 有随缘向窗外拍摄 试图找出他的直升机 一直未有直升机下落 其他人都很焦急 等愿部长试图联络机上的人 但一直没有回音 戴希所乘坐的美制贝尔212型直升机 残骸第二日找回 包括莱希 外长阿博杜拉希洋 和东亚塞拜疆省省长 拉克马提等 机上8人全部丧生 伊朗军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没有发现谋杀或者攻击的证据 报告指出 直升机在高海拔的地区 聚位燃烧 残骸没有枪击等迹象 在控制塔和机组人员的对话之中 也都没有可疑之处 当局会继续调查事件 星期一是伊朗新一届国会揭幕 代总统穆克贝尔致辞 是他自从罪机事件之后 首次公开发言 他赞扬来希任来的贡献 国内经济有所改善 原油产量达到每日360万桶 伊朗将会在下个月28号举行大选 选出新总统 未来星期四至下星期一 被有意参选的人登记 无线电视记者将会冲步到 大家好,我是黄炎琪 全湾为全路 星期日有食水管沉流 多个屋远一度暂停供水 水务处为经更换摄四路化水管 供水陆续恢复正常 一度受影响的陆阳新村 昨晚有水箱和水车提供食水 水务处在社交平台 星期日收到报告 维泉路附近有住户反映供水暂停 了解之后发现一条300毫米直径的 食水供水管沉流 已经安排并且进行紧急维修 据水务处网站资料 受影响屋远还包括二警员 海霸村南台合共大约1500个用户 近年局部地区大雨频繁 土力工程处说 五中会推出新的山泥倾射特别提示 提醒市民注意分区风险和躲避 去年一场黑色暴雨 多处发生多宗严重的山泥倾射 土力工程处说过去35年 平均每年录得大约300宗山泥倾射报告 去年就急升到601宗 天文台今年已经发出过两次红色暴雨警告 同时对特别大雨的地区发出特大暴雨提示 土力工程处也会推出山泥倾射特别提示 它的用途和现在天文台就着大雨发出的局部地区 大雨提示是类似的 近年我们都发觉很多雨是很集中 在某一个区域 当我们山泥倾射警告未必达到一个发出的条件 可能某一个区域因为大雨去山泥倾射的风险已经增加 特别提示的准则包括24小时雨量累积达到300至400毫米以上 也都取决于山体有没有不利的地质因素 有没有日流发生 如果是人造斜坡就要看维修状态是不是良好 土力工程处去年也都引入攀爬机械人 激光素描系统等的新科技 巡查了500个唯一来往车道的政府斜坡 月底前会完成维修工程 保鲜电视记者梁炎强报道 再多8个内地城市居民 即日起可以自游行来香港 业家预期这批较长途的过一旅客 消费会高于整体旅客平均数 内地开放多8个港澳个人游城市 全部都是省回甲 有山西太原的旅客 第一日就搭直航航班来香港 山西是野金煤炭产业的大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省会太原生产总值 超过5570亿元人民币 在内地城市里排名第26 也是8个新增城市里最多 除了太原 还有内蒙夫和浩特 黑龙江哈尔滨 西藏拉萨 新疆乌鲁木齐 甘肃兰州 青海西宁和宁夏银村 旅客每次最多可以逗留7日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到机场视察迎接 他说会邀请8个城市的旅游业界 和内地媒体来香港 向他们介绍香港的特色 8个城市里暂时只有4个 有直航航班来往香港 每个星期大约3至4班 业界就希望可以交开更多的直航航班 旅游和酒店业界都相信 一些较长途的旅客 留香港的时间会比较长 消费力也会比较高 建议增加内地旅客的免税额 他认为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效应 到7月暑假会发挥到最大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我们再多8个赴港澳个人游城市 有澳门手信店店主说会做好准备 迎接更多穆斯林客群 有澳门学者认为有利推动湾区联游 有着澳门记者邝慧文报道 不少旅客来澳门都会去 大三巴手信街试食一番 内地再多8个赴港澳个人游城市 预计迎来更多穆斯林客群 有手信店负责人说 请客试食之前会提示一下 有些很多真的不吃牛的 有些人不吃豬肉的 我们提前会先问一问他 就不要到他吃了才来告诉他 那真的我都不好意思 有店主就反映 目前生意较疫情前少四到五成 认为主要是由于消费群体转变 有学者认为新增的八个个人游城市 有利延长旅客在澳门的逗留时间 应该研究更多一成多站旅游产品 和完善交通陪陶 他可能来到澳门之后 在澳门的金庞大道 去社区 去设备景点 去大三巴之后 可能他们会去横琴 比如去那些最低公园 正乎现在很方便 去到比如坐港租大桥 金巴去到香港 所以其实这类的城市 中长线的一些比较远程城市 是更加有利于整个湾区 那个是联游 或者是一程多站的发展 他又说个人游旅客当中 以观赏表演和赛事为目的的旅客 人均消费较高 建议业界思考更多相关旅游产品 澳门旅游局说 会继续用好中央的各项维傲措施 积极推进宣传工作 进一步扩大内地客源 无线电视专澳门记者 邝卫宛部导 北韩承认发射卫星失败 日本放送协会播出片段 见到有飞行物在半空中爆炸 北韩潮中社报道发射卫星失败 可能因为火箭液态燃料引进故障 发生爆炸 南韩就说 北韩发射的是军事间谍卫星 联合参谋本报告 昨晚大约10点44分 侦测到北韩 由平安北道东仓美一带 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南增 发射华尔搭载卫星的火箭 军方在两分钟之后 在海水侦测岛多枚碎片 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势战 日韩早前说 北韩借导弹 日本政府一度向中城愿发出警告 后来解释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礼拜四在北京举行 终会聚焦拓展中亚两位合作 也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外交部罢 巴勒斯坦建光 在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全的根本出路 有着北京记者叶子说不到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会出席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并发表主持讲话 外交部公布 巴勒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蔡西 德尼斯总统蔡尔德 亚联邮总统穆罕默德 星期二到下个月一号 应邀国事访问中国 并出席会议开幕式 届时习近平将会会建设国元首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交换意见 而部长会议将会聚焦 拓展中亚领域合作 也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根本上就在于 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 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一直坚持 坚定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自己的合法的正义 合法的权利 一直支持两国 在这个地区建立起 这个和平相处的中东地区的主人 是这个地区的人民 这个地区的问题 要由这个地区的人民来主导解决 外交报又说 中国当年来成为 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 过去两年双方贸易额保持在 4000亿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 是20年前的十多倍 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的原油出口 长期占据中国原油进口的一半左右 2023年达到了2.65亿吨 外交报说 在涉及到主权、安全、人权、 发展和文明等方面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重要共识 未来将继续发展中亚命运共同体 母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国务院任命华春莹为外交部副部长 她在外交部工作三十几年 曾经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多年 54岁的华春莹 2012年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是历尼第五位女发言人 开始为外界熟悉 面对外媒近十年不时都留下金句 说明事实真相 就把中国外交称作战狼外交的话 为了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 就作战狼又何方呢 她又经常驳斥外媒的错误报道 包括说中方舍听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私人苹果手机 看这个报道感觉 现在美方有些人真的是在不遗余力地 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剧本家 如果很担心这个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 可以改用华为手机 当时美国的官员 议员和一些媒体 他对香港用的是什么词 两立风景线 把这些激进暴力的示威者 美化成民主英雄 2021年10月 华春莹晋升至到外长助理 分管新闻、礼宾和翻译工作 多了在社交平台发文、记录工作点滴 展示中国的软实力 包括展示美国总统拜登手机里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 年轻时访美的照片 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访问法国时的片段 华春莹在江苏淮安出世 爸爸是当地院纪委书记 他就跟随妈妈姓华 1992年在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之后加入外交部工作 曾经派驻新亚波和欧洲等地 在继扶营之后 力尼第三位女性外交部副部长 无线电视机就是钟卓希报道 感谢新闻之间 华与湾仔的香港文学馆开幕 终会免费开放给公众 参观多位著名文学家的作品 香港著名作家张爱玲 1994年寄给好友的书信增值 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时候的学籍登记表复制版 蕭鸿寄给情人蕭君的信件 金庸的读书心得手稿副本等 在香港文学馆三楼展厅展出 上次展览就有危刊的惠斯利系列 至于开幕展览 万物有文 文女层花 以花为主题 香港文学馆救师源于2004年 由30多位香港文艺界人士 共同发起筹建文学馆的倡议 20年后由赛马会撥款和政府支持 完成设管 选至湾仔茂罗街7号 有过半年的二级历史建筑 对香港文化的恋同 我有信心香港文学馆能够发挥好桥梁哲思 将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文学界人士 文学研究者 文学爱好者 以及广大市民连接在一起 让香港文学就像更广阔的天地 除了展览 也都会举办文化港座等的活动 阅读室有多个香港作家的作品 包括已经绝版的书籍 儿童阅读室有互动游戏 这部是互动寻书机 对着它拍照之后 就会推介当日的书和金具 文学馆免费开放 逢星期一闭馆 无线电视记者 周明欣报道 靠同多拉A梦大营展览 7月在香港举行 港铁就推出特别主题列车 其中这年兴天和上多拉A梦配色 车门也都变成徐衣门 车窗铁门不同多拉A梦造型 即日起行走来往屯门码头 和元朗的610线 而兴天小康站3号月台 也都换上主题装饰 另外东铁线和机场化线 也都会有主题列车行走 两条线的车厢装饰都不同 台湾新竹市一栋住宅大厦起火 大批住客被困十几个钟才获救 两个消防员殉职 初步判断在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死亡 星期日深夜近11点 新竹市一栋楼高28层的大厦 地下一楼电纜起火 整栋大厦停电 抽风系统也都一度停止运作 消防止步到场之后 40分钟之内控制火势 但18楼以上的楼层浓烟密布 消防员要行楼梯 救出受困的住户 其中两名分别34岁和39岁的资深消防员 第二次进入火牆撤离的时候 发出求救信号 大约40分钟之后被发现倒饿退间 送院抢救无效 台湾TVBS报道 两个人当时已经脱下面罩 氧气罪里面的氧气也都已经耗尽 估计是大量吸入火警产生的 异恶婴和招游 这是我在现场产生的农烟 但是你看这些农烟都是黏着性的 这些农烟连不消在我同人的面罩上面 它们擦也擦不掉 然后完全没办法 再做判断方向的 当局检私之后判断 两个人一氧化碳中毒 造成窒息呼吸性忧客死亡 而救援行动持续到星期一 下午近一点 消防员用吊备车将高层住户带回地面 这客厅里都是农烟 然后那个那个我们在房间 那个要窗户 然后呢就窗户通风 然后人不舒服 我们可能还比较幸运 可能赶快抓了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水 要不然我想但是如果没有水的话 有看蛮多住户可能都比较辛苦一点 大厦目前仍然停电 新竹市政府说将会协助安置住户 无线电视机制陈雪宜报道 发布亚新机内亚政府报道 上个礼拜五发生的严重山泥倾射 超过2000人被埋 寻求国际协助救灾 中方网将会提供援助 救援人员星期一继续在山泥倾射 现场搜救 发布亚新机内亚北部 殷家省山区 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三点 发生大规模山泥倾射 掩埋一处偏远村庄 当时大部分人正是熟睡 当地救灾部门星期一向联合国发信 说超过2000人和150多栋民居被埋 大约1250人无家何归 救援人员至今只是找回几具尸体 当局寻求国际援助 由于道路中断 拉上事发位置偏远 搜救工作进展满慢 直至星期日晚才有第一架挖泥机 云底 由参与救援的联合国官员透露 地形或再次移动 呼吁民众撤离 二轮国澳洲伸出援手 房长马尔斯星期一表示 自上星期五起已经和巴申官员 商讨援助事宜 澳洲准备派飞机和其他装备 到受灾现场协助搜救工作 下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对越南者表示哀悼 巴布亚新基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 当地今年以来 降雨冲沛并受洪水侵襲 三月亦都曾经发生山泥倾石 造成最少23人丧生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国防部长董军终会访问新加坡 并且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美方早前说 房长奥斯丁会和董军会员 国防部宣布 国防部长董军 今个星期三至下个礼拜一到新加坡 仍要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发言 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 访问期间董军还会和新加坡政府 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谈 美国国防部早前表示 房长奥斯丁出席对话会期间 计划和董军会议 预计两人会聚焦台湾 南海等敏感议题 如果成事将会是继2022年11月 奥斯丁和时任中国防长魏凤和之后 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对话 2022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令中美紧张局势升温 中方叫停两军对话 直至中美元首去年在三藩市会晤 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动军和奥斯丁上个月曾经视像通话 谈及俄乌战事 南海航行自由 以及台湾和北韩问题 当时双方强调 两军持续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美国早前有高层官员指 虽然中方不会改变长期战略目标 但是双方恢复高层军事对话 有助消除误会 避免擦枪走火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